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渴望在信仰道路上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靠近耶稣吗 让今天5月12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成长的机会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16章第12至15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 传告给你们 凡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 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对门徒说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试着去感受 如果有人对你这么说时 你当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也许你会感到气恼 抱怨那人怎么这么不看好你 或许你会有感伤 怀疑自己的能力 并蒙起放弃的念头 还是你会不服气 更想积极证明你可以担负 如果这是你的态度 你可能已把这句话 听为是对自己一个不好的评定 是对自己不利的 但是 事情真是这样吗 今天耶稣邀请我们 超越自己第一时间的反应 而去接受别人背后的肯定 以及成长的邀请 耶稣说 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 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耶稣是个好老师 他理解人的学习与成长 本来就是一个过程 承认我们还不明白 不代表我们不够好 或没有能力懂 而是接纳自己目前的能力有限 遇到门徒的限度 耶稣没有责备 反而鼓励人们说 真理之神来时 祂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耶稣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进步 愿意成长 谦卑地在生活中 看似不到位的地方学习 慢慢地 我们也会越来越明白 我们也会越来越明白人生 以及天主的真理 也能在生命中担负 也许 今天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生命 有哪些你目前能体悟的真理 是二十年前你无法明白的 其实 耶稣在那时已经看到 你所需要的过程 也相信你会成长了 请品尝圣言 去细细品尝耶稣的温暖 祂接纳你目前的状态 但也相信你的可能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细数自己在生活 及信仰中的成长过程 让自己更渴望继续成长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感谢你教我耐心看待人性的有限 并接受各种成长的机会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耐心地接纳自己的有限 跟着耶稣的脚步成长 我们明天再见